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比赛是一场八岛夜魔 填之前的一个小坑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给大家做 然后在选人阶段先给大家打个广告 然后底下是我一个零电地址 离子出我的头部在看 也是欢迎大家能过来看看 最近也有很多新鲜不错的抽奖活动 然后在本期下单消费的观众 即可获得一个抽奖的机会 就是本周 然后下单观众即可获得一个参加抽奖机会 抽奖奖品就是TI5的小金本的三套不朽 还有一个就是龙高 还有一个剑语 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抽取一名新鲜观众 然后获得这三件中的一件 你可以挑一件 然后也是老活动 相信大家都都懂 然后地址就在底下 离子出我的头部在看 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老参加这个活动都懂 这也是老福利了 然后依然是一个福利 就是底下那个老福利 然后现在大家在飞熊视频APP 然后订阅我守护我 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就可参加抽奖 然后的一个小福利活动 然后抽奖活动基本每期都有 飞熊的这个APP内容也比较丰富 也有好多大神的视频 不光有我的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订阅我 守护我一下 也可以离线观看 就你家里有WiFi下载下来 离线观看也可以的 然后我以后也会在这里 跟大家有挺多的互动的 然后有兴趣都可以扫一下 左大角这个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飞熊视频 在手机市场里面 直接下载都可以 让我们来接下来看这扬比赛吧 这扬比赛是一场夜魔 也就是八岛夜魔 八岛夜魔也是打的 说老实话还是挺多的 也在国内算得上是底尖的夜魔了 然后这套比赛上我们来看看 他的双方阵容吧 这些介绍一下运动员 运动员这边有八岛 有天使雕 有姚弟 对面 猛马是狼天领队 剩下的红银大飞 剩下基本都在 剩下都不是很有名 好像斗鱼TV 这个女王是个斗鱼TV主播 这里女王打夜魔 还是一个不夸张的说失灵 女王打不过夜魔 都是水平有差距的 夜魔没有任何跟女王打的本钱 无论是消耗啊 还是射程啊 还是手短来说 就是手的长短来说 就是射程 然后都是被玩爆 这边姚弟被顶到塔下 感觉姚弟要死 我靠姚弟 这个被猛马拿了一血 红星大飞 这个判断不错 直接拿了 拿了日天哥的一血 这边女王也是打夜魔 把夜魔打得痛不欲生 这个没什么办法的 基本上还是一个 对线比较难 说夜魔这个英雄吧 夜魔前期基本上是主位居多 没有点别的 这边夜魔死了 还被琳娜游走一波 这个不雪崩 本来打女王就不好打 这个还跑不了了 一个毒标扎脸上 直接A死了 这夜魔惨遭通过女王杀害 这没办法 夜魔前期的加点 一般都是主位 然后被动 沉默现在可以在五级前点一击 因为现在夜晚时间来的比较早 这边姚弟成功报酬 夜晚来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说五级点一击 比游戏机制的改变 让夜晚来的比过去要早很多 所以说 点一级沉默也可以保护自己 或者配合队友杀人都是不错的 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五级 是三级的V 一级被动 一级的沉默 六级不点大 居多 当然你也可以点 因为有时候大招可以关键说救命 或者杀人都是很关键 但是我个人感觉 因为现在夜魔夜晚来的比较早 七到八级的时候再补一级大 就效果不错的 主尾肯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然后夜魔出装 说完加点 夜魔出装方面 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如果比较顺的话 可以点金 如果不是很顺的话 就不要点金 因为夜魔前期打架 在黑天的时候 没有什么装备 依然很厉害 然后攻速和移速都很快 所以说 也不用太吃装备 然后如果点金 也可以点金 也可以先避张 如果感觉不是很顺的话 就直接战鼓BKB走起 BKB是核心装备 夜魔对线技巧 大家一定可以看出来 八导在不停的A对面的女王 把兵线拉过来 这是一个近战打远程的 一个必须的技巧 在这里八导 具体操作怎么操作 就是右键直接A到 直接A 直接A女王到A女王 A女王头上 小兵就会过来打你 打你把兵线拉过来 就能补刀 还算是舒服 只要对面敢点你 你的小兵马上就会打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近战 混的必须的要领 没 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要领 要不你像什么火猫 夜魔这样的近战中单 你没法玩的 嗯 这边双方阵容 天灰方个人感觉要好点 拿到这版本相当阴霸的英雄 什么 哎呦 夜魔这被点的好难受啊 这没办法 得回家了 车耗完了 瓶子也晕不过来 只能选择回家 然后现在夜魔中路 肯定是一个亏 然后上路貌似有 狮王的一路 狮王这版本 真是爸爸级层 狮王老鹿白牛 哇靠 天灰方这个阵容 真是脏啊 抬你妈脏了 但是打电梯都这样 天灰就是比谁更脏 比谁更恶心 然后今天 昨天也是看了一个 看了一个妈DZ直播 我靠土豪给我吓哭了呀 妈的一个土豪 送给他三个箱子 就当时我还没 没想明白啥 我说RDC还挺亲和的 还加好友呢 然后就他加完以后 拆开那三个箱子 第一个一看 一个老虎 然后就是新月套 还行 算很贵 这没有什么好值得说的 然后第二个一拆战 我狗了个操 发雕不朽 我当时就心里一惊 夏尔特点那个不朽 可能有一千多吧 可能得一千多 可能快两千了 夏尔特点 那个发雕 因为我不爱玩发雕 对他这个视频 确实不够了解 然后反正得上千了 然后我说 卧槽 有点小土豪 他开第三个箱子 给我妈吓哭了呀 妈是个金柔 我靠 还是第二轮的 好像第一轮的 不过当时我就哎 这波夜魔 夜魔能反杀 夜晚跑得很快 女王先死 感觉还能留 白牛应该马上冲就CD了 应该很好冲CD了 直接在一个V 受掉火女 转了 这波夜魔一波起飞 舒服 开心 这波游走 帮白牛来得及时 这就为什么这般门 白牛很厉害 然后因为他可以 很好的帮助其他路 中路尤其你逆风的时候 有个白牛过来 帮你冲配合中端 只要有点能力 基本就能杀人 哎呦 当时我就吓哭了 我什么真是土豪啊 我靠 我也想要个白金柔山 哪位朋友送一个吧 他妈的 但是没有这么土豪的朋友啊 真是难 我的粉丝也不如RDC 有信仰啊 那没办法了 只能心里小羡慕一下了 这没什么好办法 然后 那我们来接下来 话题扯蛋 扯这么多就不说了 这边白牛定位 火女两级可以搞 感觉火女的血量 非常非常脆 可以杀的 让我们来看看 怎么杀火女 一个V拍一下 然后再 这边火女成功未秒 没有任何悬念的 直接撞 再见 然后现在巴导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巴导也是 夜魔其实骨灰不错 鞋子方面 我推荐甲腿 香味没什么必要 因为夜魔跑得很快 有人说冰卡位 冰卡位夜魔晚上很好走位的 绕一下就可以绕过冰 其实香味这种东西 当然夜魔出香味也是比较合理的 但我个人感觉 甲腿更加适合 也毕竟有属性 他夜魔有时候 他需要扛塔的 身板他有时候杀人需要扛塔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几点力量和 就是智力替甲腿 用的V比较舒服 所以说我比较推荐大家出甲腿 当然香味也有香味的好处 就是攻击力比较高 然后跑速度比较快 也可以穿人 不会被冰卡 人热兼人 智者兼人 但我个人感觉 甲腿要比香味好用 我个人经验 我夜魔玩的还挺多的 这边夜魔过来 但是三个人不太敢动手的 这白牛一冲 冲也不敢动手 离那有后手剃的 这算了吧 八导 我靠算了吧八导 八导这波有点冲动啊 这边有个鸡 有神经技术 杀鸡赶紧跑 走 也赚了 真开心啊 八导这波好开心啊 然后最近离TF5也是越来越近了 中国战队也是在这里为中国战队加一下用 虽然个人感觉也是说一下中国目前这些战队的情况吧 IG 三个拿过冠军呢 跟一个老实人和一个小拿冠军呢 这人心都不起 感觉蛮难的 而且IG最近水平确实不够好 VJ吧 说一下这版本VJ 大家觉得这版本VJ 怎么大家突然感觉VJ一下不行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跟这版本机制有关系 VJ上版本为什么如此的强 他的双酱油厉害 打双油特别凶 他双酱油能前提很好帮助局面打开局面 然后把大哥打谁 一般你中路双酱油帮油一波 你经验跟等级单路建设都被占到很大优势 然后慢慢就可以打出优势 哎呀 世王又很大 世王真是一半 然后慢慢打出优势 然后带酱油喝汤 然后大家都飞 可以轻松打下比赛 而这版本双油被大打削弱 尤其是你三个人分的经验 就比如说吧 我中单是月如的火猫 然后对面是SF 月如跟对面被小压一点 SF打火猫 火猫肯定还是不太好打的 留几钱 然后被压一点 双酱油过来游一波 成功杀 火猫比SF先到6 然后SF一下就没完混了 线上就一下就蹦了 就可以带荷糖 而酱油等级也有 而现在版本就是什么道理 你游走我一波 OK我SF死了 然后我帮帮帮去刷一波野 经济并不懒得走 而且你两个酱油 不犹豫不战线 等级很低 等级 这边 丽娜 我靠这你也敢追的 夜魔直接开大 就地翻大 直接派死了 丽娜 夜魔身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接着说刚才那个 然后他到6了 到6了 然后刷酱油等级高 这边 这版本就有点上头了 这还追啊 算了吧八刀 我靠这我感觉 八刀要被反杀的 这没人就有一些女王吗 大波一推 但半球这个人品真是好 不是不是半球这个人品 这一波冲塔绝对上 丽娜 这三级直接杀了个八级夜魔 我靠一波起飞 结果我感觉 这波真是上头 刚才要不是半球人品好 连女王都杀不了 女王浑身推个大波 然后自己闭走 丽娜下来一套收了夜魔 相当舒服 这波太上头了 再说VGA 现在VGA这个版本 上版本就是这种节奏 非常好 而这版本节奏 经常是杀的 双将游游到了 成功了 杀了对面 然后中单也不亏 有点小优势 但是结局是吧 将游等你优于不占线 将游等级低 这三个人分经验跟钱 分的太少 讲你跟经验都被削弱 三个人分 没多少钱呢 没多少钱以后 导致局面就是啥 将游等级低 有可能打第一波团 对面两个六级将游 两个五级将游 对面将游占线了 所以说一波打算 没打招 然后大哥就 而且你双将游一帮 一般大哥都能压对面 水平差不多 被人游一回 直接帮你打开局面 你很肥 然后这波团战 将游技能不给力 直接直接一波打亏 然后你这大哥一死 经验一波月球 完了一波回来了 然后将游再陷入一个运用 再去不等级 然后不等级 被人各处抓 就血崩 所以VG这版本 而且VG这个战队 心态有问题 我个人感觉 三兵和FI等人 都是实力有余 但是心态不好 确实心态不太容易 队内没有一个老大哥 能站出来 最早我以为 郝娘能扮演这个人物 结果冒出 郝娘最近 也没给VG带来一股 硬汉气势 决赛中老输3比0 绝对是有原因的 证明VG这支战队 确实打尼风不够强 说完VG 所以说TI5 依然不太刚好 再看看老干爹 老干爹是典型的 内战内行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因为国内战队 说实话 相对于国外战队来说 偏保守 他拿的阵容都比较稳 小八更是这方面的翘楚 所以小八 打国内战队说 一般拿阵容都非常稳稳 然后基本上 能稳稳的一下比赛 确实硬实力也强 老年目前硬实力 我个人感觉 在集资队伍 算是相当 数一数二的 所以说 他面对一些 比较邪的战队 挺难的 挺容易被放大招的 从老年领具 有些人说霸倒TS TS真的是靠大木啊 大木 打出了100 打出了200分实力啊 我靠 那那这真的没办法了 有人神秘霸挥开锐了 那这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但是八岛确实 这个问题暴露很严重 这边八岛直接选择追 这边杀女王 女王方都杀不掉 梦马一个双踩 雪崩 但是八岛应该能收封 不见死亡 这版本多他们阴的 我靠 团战都被猛马踩了俩 秒儿俩 靠尸王一个人追死了 猛马跟活女 您敢信 墓碑一叉一变大 真是猛 阴吧 哎这边想杀夜魔有难度 小鱼直接开大嘴 这个有点冲动了 老年这种队伍给大家印象里就是稳 就是打比他弱队伍 老年基本输不了 老年有一个统计我看得特别夸张 在国内最近的BO3中 就是在翻战中 只输给过IG和VG 其他队伍都没输给过 而这版本连VG都没输过 IG都没输过 老干年在国内现在基本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因为硬实力比较强 但是破年秘密一叽这种硬实力比他强 老年一般也显得办法不多 就是属于 稳中有余 但是缺点霸气跟奇迹吧 再来看牛逼 牛逼自从好娘走 这队伍确实走将下坡路没兴气了 还是那个老问题 我个人感觉TI冠军最大问题 不是冰蛙削版本 冰蛙削版本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我个人感觉 拿到TI冠军队伍都缺乏动力 就是心态一下懒了 很懒散 你跟从最早的IG到冠军A 再到冠军牛逼 都是这样 心态特别懒散 你说牛逼从TS回来的时候状态不强吗 就即使天天RPG 依然能拿好几个冠军 大家都觉得 我们天天打RPG 我们依然是冠军 那就不练了 那还练毛啊 不练都能拿冠军 结果突然DAC上一样崩发了 不相信自己 对内情绪 幻者氛围下不好 直接分猛离戏 好将一走更加加低了 所以说牛逼 他即使大幕能打到TS那个状态 我个人感觉 也很难 毕竟有两个 毕竟有个新人 命命 打一个比较吃惊艳 三号位 蛮难的 所以说 CDC年轻有余 但你说夺冠 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支 中国战队目前来看 没有一直有冠军像的队伍 所以说这一届 我非常不看好 但是我毕竟支持中国冠军 希望我今天是一口毒奶 我真的在这里 真希望自己是一口毒 我希望中国队有奇迹 如果真的是 十分挖稳 靠实力 也可以成功 如果靠实力 真的是 没得打 我真感觉没得打 别说 CG的 我本人一直都没有中国战队能打过 希望是有毒奶吧 这边八岛 八岛精 你看这个走位 无论躲力呢 替什么操作 什么都还蛮不错的 毕竟八十五 八十五啊 相当的强力 这边 丽娜一个技能 再躲替 操作相当好 还是不是 这个操作 简直是个艺术 走位 相当 相当漂亮 再陈伯牛 白牛一撞 撞两个 不错 但是小鱼 应该八十五 六 小鱼跑 他还死不了 小鱼再出来 一个V拿下 这边没味道 那这就没什么 太大机会了 汉迪着选择买活 配合女王 打一波反打 一个大波加F 收了很大一波 爽 女王这波收割了 全死了 这波追的确实太深了 要不是追这么深 这波感觉不至于 灭那么狠的 这边小鱼人 再次过来 但是八岛 这里走吧 八岛还想反杀 小鱼人 其实可以走啊 八岛这个太贪心了 确实有点贪心 这波八岛血崩 死了以后 天王 你看这一波经济 回来 有相当多 但录像这个显示经济不对 不可能回来这么点 杀了四个人 应该能回来 两三千经济 三千以上 各种感觉都有可能 TS 世王跟夜魔 都要钻四围的 女王杀了一波 直接经济到第一了 你就是一二三的 当时 女王杀了一波 直接经济到第一了 你总想 这一波多么赚 所以说现在团战 真的是输不起 千万切记上头 打路人很容易越翻盘的 这经济机制 真是伤不起啊 真的伤不起 让我们来 接着来看比赛 巴刀成功活了以后 要赶往线上 然后发到也是做点击手战口加比特币 这边白球应该是雪崩了 女王有雪崩呢 女王有无流的 雪崩 一个apple 再见 女王达到大射得扎 女王又重新找个来节奏 天灰王拼见女王一套包包 为什么说女王这版本确实强 哎 这版本中国战队真的天舞真的难 但我真希望出现奇迹 总有奇迹的吗 我为什么对今年这么没信息的时候 就是因为去年 去年这边 拉比克雷苗局漂亮 给尖尔沉默直接跑 为什么我说去年这时候 无论是在SL9上 DK9战9C 在国内4-3翻盘IG 拿WPC冠军 今天那阵都隐隐有种世界第一战队的感觉 而且牛逼 这个能跟世界第一战队 打的有来有回的 能跟DK打的有来有回 足见牛逼之实力 而且他们还是同服的老班底 同服当年TS3拿到中国最好的成绩 IJ在TS上 TS巅峰联赛上 22比0 横 就是零封中国最大对手1D 当时中国这几支战队都有冠军项 都很强 而今年翻翻一看 没有 中国去年是感觉 无论是DK IJ 牛逼谁拿冠军了 我都不稀奇 那时候状态都是爆表 谁状态都特别好 所以他们仨谁拿冠军 我都不稀奇 而今天这些比赛 谁拿冠军 我都感觉稀奇 没有一直有冠军项 对我 真是难 虽然没什么办法 但是我依然 毫无办法 所以我只能希望出现奇迹了 八岛白天也是选择发木一波 夜魔节奏就是这样 白天要偏刷 夜晚要偏干 掌握好这个节奏 夜魔其实说白了操作不难 因为他毕竟就一个沉默一个V 都是直昂技能 不难放的 关键说就是你看你局势判断 沉默谁打谁 都是有讲究的 摸马一波DoubleQ 非师傅给力 面对老捏众人也是完全不虚 最近好多人求酱油的视频 然后明天给大家做一场 没兵卡卡的 然后两个人都是打酱油 双油 冰女跟拉比克 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样比赛我看直播了 也好多观众推荐 确实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 也可以看看这两名 他们俩真让我看到中国到他的未来 年轻选手操作就是好 真的好 真棒 那两个选手操作 这边八道再控一个赏金神 或神经技术 再等第二个黑夜 现在没有夜晚的情况下 天然方还是打不过的 不过天然方这阵容说实话好打 真的好打 TS作为一个后手输出啊 什么 能在这场比赛 有狮王 有夜魔 有白牛 三冲脸 三个B 白牛跟夜魔 两个BKB 加上狮王墓碑 冲进脸来 TS在后面 方方即隐军阴人 起码就收割了 特别好打 他们这个阵容我都不知道 除非猛马踩完美大 要我真的猛马配女王 离套完美抗摸 打转能秒人才行 你要秒不了人 这个阵容我觉得 天文帮太好打 真的太好打 要让我选这两边阵容 我一定选天文帮 太舒服了 这阵容 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输 就沉默 哎 你给沉默吗 白牛一撞 给火女沉默吧 牛姑已经死了 哎 白牛没给大吗 这么雪风 白牛还是给大杀了牛 夜魔这边 再配合队友 你看 这时候就是冲眼冲起来 后面的拉比克呀 什么 拉比克TS 摔矩技能 就轻松搞定了 非常非常好打 阵容决定了 所以说像这种顶分局 阵容真的决定一切 大家能打到这个分段 水面都不刺的 而且 除非你碰到 战队友人 嘿老婆 那 那 那个执行力 和配合 那不谈了 那 这 真的没法打 那就人家拿 差一点阵容都可以打 你很强的 这种 最后 这边拉比克 一个局 猛马顶回去 但是白牛一冲 猛马没舍得叫爸 等第二个队友 这边打不来了 白牛人品真好 今天这张 你在各种推 看我零屋中 一壶推于你 直接给你推倒 这边 里纳杀掉烈红人 然后 摇地 摇地跟小八 毕竟好机友啊 然后还给八导 偷了一个攻击buff 这波八导 比克比好了 这里 女王不太敢 逼上来追吧 这边八导 这就是 这就是智商压制 左一个视野 不走远 直接牵你们后排 把后排打干净 相当不错 这个反应操作 都很 都很扎实 这边在杀 莉娜 一个V 莉娜也死了 大招给上 但是吃不到 走一位 我八导这个红位 真是好 夜魔装 马上也走 跑得快 也好走 这边女王来收 夜魔大波推上 但是给什么 吹风吹起来 再给个F 有没有 夜魔跑 没肯一击 夜魔 靠女王心都碎了呀 女王心都碎了 猛马大过来 还是帮帮 帮女王报仇 一个W推死 这边猛马感觉也比较难跑 难跑 一个G减速 提到 再见 G完以后 减速太好 T版减速 这G完减速太好 太好 TX这版本真的强 我可能感觉 这版本 TX真是爸爸机的 我也太厉害了 对线强 打断输出给 后期不虚 我靠 这英雄 妈没缺点的 太完美 可能有人说 TX碎啊 怕爆发 你遭到刷雪云石 补个BKB 吹风的 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死 真的强 我感觉这英雄 特别厉害 我感觉我队友 拿TS会玩的 都都赢了 真的赢吧呀 大家总不信的 这边 琳娜在一个地 很舒服 这边八刀已经 BKB已经做出来了 白牛BKB也不远了 这两个BKB一冲出来 虽然感觉现在 艳远方跟天员方 打的有来有回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两个BKB一出来 配上狮王的三中脸 直接一冲 蒙马除非才五个 要不根本打不过 你冲 TS后面 记忆记忆 放放电 扔扔撕雷达地 我天 轻轻松松 直接就能 打很高的输出 小鱼人在这个阵容 基本上防御不住 他的作用呢 还没等切到对面后盘 你能切的只有一个拉比克 拉比克又灵活 又有跳 又有局 还可以偷你们这边的控制 真的不好切 所以小鱼人这场 跟这帮肉汉们对刚 白牛夜魔都不是他能刚过 所以这样比达小鱼人很难 小鱼人这个C 真不能随便拿了 对面多脆皮 少逃生这种 那小鱼人特别好 你像这种这种 小鱼人面对狮王啊 什么夜魔 白牛这种充脸 很无力的 你看野魔就直接就怼着你 怼死你琳娜 牛也跑不了 女王敢上 根本不敢上 你突然跟他打 完全打不过 倒真的不是天王 比金王强太 就是天王比燕王强太多 真的是阵容差太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天王随 燕王随了个这么斜的阵容 感觉出被摸摸 你打 要不真的打不了 破八道夜魔 还是确实值得学习 切入意识 迂回意识 躲控制 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边小鱼人的 金兵眼 金兵小鱼 沉默 但是 能跳走 解了 白牛撞 稍微晚了一点 这边小鱼 成功逃出生天 这边女王 什么鬼 没必走吗 木马大两个 但是 没输出了 哎呀 雪崩啊 全死了 木马大两个 不错 但是女王没死 这一套能打 女王死了 就完全没得打了 这木马也被拍死 再见 天神交 直接一波三杀 天神 这这这种 哎 这琳娜也得死 把白牛吹起来 哎呀 但是姚弟有跳楼 这尽力了尽力了 让我看到你 相当不错 这波你看 天神王直接 直接被艳芳冲脸 冲傻了 大家可能觉得 刚才他们是抓到人了 其实不抓人 也是一样的 艳芳这BB一冲 谁能打艳芳 追着你们俩酱油 一个牛 一个丽娜 到处跑 你蒙马踩到人 没用 小鱼没瞬间爆发 就是蒙马 我就刚才说能打赢 除非是蒙马配女王的一套 直接完美combo 打中 直接把什么拉比克 TS都全秒掉 才能打掉 要不这种牛 还太难了 轻松拆到这路 夜眼中路兵营 已被淘汰 夜魔直接补了个G品 有灰烂 有吸血 然后也可以 给队友的白牛 什么的用 效果非常不错 这边姚帝拉比克 扔回去 跳刀 躲大波 哎呦 姚帝这操作有点溜 这边还有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怎么还玩 我找到 这边 真太上头了 走了 这姚帝感觉也要捐 不过姚帝操作走了 反应蛮不错 其实姚帝操作真的还可以 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黑 虽然算不上多好 但是绝对是 算是一个正能量的三吧 你说大家都觉得姚帝 对签梦想菜子一逼 我觉得没有大家说那么夸张了 还好的 姚帽要做A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最惧发的 就比作A的夜幕 那个夜晚视野 我靠就那么一点点 看真心吓人 不敢打钱 不敢出门 没视野 眼都被对面各种反 通过女王杀掉了天然娇 天然娇这个太浪了 拉西哥打小鱼 让小鱼直男二对就行了 你要去追身边没队友 还是肯定是玩不了 这玩儿 有人飞杰过来 应该是天然娇 他群是能量确实比较高 直接过来推一波 没办法 这夜晚完全守不了 直接拍掉 白牛撞一个给沉默 但是对面有引刀的 所以霸道也知道 没什么好追的 这场比赛 其实霸道前期打的 真算是有来有回 中期执着被阵容 阵容败给了阵容 阵容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打AP知道 有交流 你打天地的时候 也能感觉出来 有交流的队友 肯定比你没交流 要厉害很多的 女王一个W推过来 但是 尸王有梅肯的 给你拿一口 梅肯一击 这边白牛一冲 BKB双臂就去冲脸 牛这种毫无办法 直接被怼死 一个技能放不出来 琳娜也得死 没什么猫一样 水龙坠起来 没用的 还冲脸 女王配合猛马这一套 但是 并没有这么乱用啊 这几个肉合 现在猛马大五都打不 这种合太猛了 小圆没用了 这时候输入小圆太低了 这被人脸都怼歪了 霸道哲也要伤 太跳了 吹风 女王吹风走踢 但是 这波可以走了 小圆人买活了 八岛快跑 饶我狗命 我这还要上吗 我天白牛冲锋 他冲走了 拉西哥逃了 这就有点太浪了 都追到那个位置 去怼人家 我靠 人家又不傻的 肯定人家能反击的呀 夜魔这套 大家觉得好看吗 为什么我觉得夜魔这套 特别鞋 看着这个脸 不过 看着怪怪的 不过他确实也是夜魔 为一套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 有翅膀的英雄 哎 这 这女王有大的 还是这 哎呀 女王 A罩 A罩大的 A罩大的 神圣伤 这微光没用的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 有翅膀的英雄 都没有视频 夜魔也是刚出 夜魔过去有翅膀 然后你看什么 死灵龙啊 毒龙啊 还有 双头龙啊 还有啥 反正几个龙家族都没有识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翅膀难做呀 但是有些人可能要给我举例子 离子帕克有 你妈 帕克那也叫翅膀 我靠 我报警了呀 帕克那翅膀太小了 帕克虽然也算个龙吧 毕竟人叫仙女龙 过去刀的叫金龙 帕克 帕克刀的艺术特别萌 我觉得那可以 这边怼猛马 有BKB BKB开起来 看到牛 直接BKB挺起来 这猛马直接被递死 没办法 这两个肉 肉 肉祸 我靠一个打一个V 轻松受两个人斗 没办法 女王虽然杀掉拉西克 但是 没用 小鱼人反而被递死 中坦的保质锡快到了 直接第二路了 这两个路到不解释的大哥 我靠 真的是给你各种 摁在地上摩擦呀 没任何脾气 比赛严静到30分钟 这样比赛时间 都确实有点短 只能说 最早给大家做的一场视频 给看到八岛的一些夜魔的走位呀 还有一些 比较良好的操作 FP学习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 直接拿塔 夜眼下塔已经过期 夜眼下路兵营出现故障 这给钱莫不死了 女王 有吹方本自己吹了 BKB 还行 BKB可以安全撤 你看夜魔这个A仗这个视野 能看全身里面所有动物 太夸张了 你看能看清 你这么多 视野太大了 夜魔这个 牛这边 他看不见夜魔 你别看他这么近 大家可能觉得 牛不在搞笑吗 他看不见夜魔 他视野太小了 黑天 夜魔有一张油 他这个视野太小了 他看不见夜魔的 所以说 他第一时间见夜魔 心已经直接放他 但是被夜魔开始BKB 直接已经跑对 才有任何办法 不合适吧 八岛咬地 取出来 但是不太好杀 咬地虽然偷到了蒙瓦大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用 秒不到小云 没反应 这小云章还出了 真是有点醉了 哎 顶一下八岛 但是杀不死 八岛甲还挺高的 20点甲 不低的 还非要去尊敬人 你说这帮人多坏了 我打刀的这种虐拳 是正常的事 我敢说 所有刀的选手 你只要玩 基本上都虐了 因为威射这个系统 匹配的很好 你哪把队伍太如狗 你将来会匹配队友 你要不听说 队友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直到匹配队友有一天 你不会挂机 你出去送他都赢了 四大四四大六他都赢了 给你那样的人都有了 所以说我之前没有见过 胜率低于30%的 就是你输到一定程度 给你的队友就属于那种 你挂机 你出去送人头 他都能带你 这边八岛这么死了 嗨 你们 嗨 你们浪了 也真是受不了了 比赛 现在进入了尾声 然后给大家打了网络 然后底下是我的一个零食店地址 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飞熊TV 最近也是大家可以在飞币商场里面搜索飞熊视频 你可以来我的订阅我守护我 然后来来支持我一下 然后可以评论参加抽奖 好了 抽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外设零食还有好吃的 还有倒闭 行了 也就坐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